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网友们非常后期的一个争议 List up in成员千文 因为在Vlog影片中使用了某品牌化妆品 而引起了不非日本网友们的不满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影片中,千文公开了拍完MV后 在宿舍吃饭休息的日常影片 然后在所有行程都结束 千文卸妆洗刷的时候 千文使用的化妆品品牌也被拍下来了 其中虽然也有日本的著名商品 但是在一个韩国化妆品上 有着独岛这个名字 关系日韩国际政治的网友们应该会知道 在两国之间常常会发生独岛主权争议 独岛在日本被称为是Takeshima 有部分日本人认为独岛是日本的领土 有关为什么会觉得独岛是日本领土的这个历史 今天就不说了 从历史层面来看 除了韩国被日本占据的那个时期之外 独岛从来没有一瞬间是日本的领土 目前从国际法来看 独岛也是属于韩国的领土 也是韩国清湘北道的一个新政区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领土纠纷 独岛就是独岛而已 总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日本部分网友们看到 前文使用了独岛化妆品后就表示 有日本成员还使用独岛商品的前文 真的很过分 而且连化妆品就要染上政治颜色的韩国也很奇怪 前文使用独岛商品真的是非常过分 因为这样的样子会提倡反日活动 在看不到的地方使用独岛洗面乳的话没关系 但是这样被看到的话真的不行 会被人觉得是在反日 本来喜欢前文竟然使用独岛洗面乳 我去看了一下日本网友当中也是有护航且文的留言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独岛不管是看历史还是国际法都是韩国的领土 用那个化妆品又有什么问题 按照那个逻辑的话 100个韩国人100个都会觉得独岛是韩国领土 那日本人就不能与韩国人有任何来往吗 我日本朋友虽然也是会说独岛是Takeshima 但是听到且文这个事情后 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被骂 果然不管什么国家 网上就是会有很多奇怪的人 不难想象在韩国都是一面倒的反应 对于且文的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今天在韩国论坛 跳错了就会出大事的舞蹈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这个舞蹈就是 Ivo After Like的这个部分 舞蹈动作看起来没有说很危险 为什么跳错了会出大事呢 那是因为 这后面的烟花不是电脑特效 而是真正的烟花 那跟烟花当然以为是特效 这倒是真的后有被吓到 听说是国际烟花团队参与的 难怪能这么华丽 Stash娱乐从之前 Sista的时候开始 就对MB非常珍惜 只是看这个就能知道 Stash娱乐是有多重视Ivo了 在今天早上起床后 才知道台湾发生了非常大的地震 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无事 也希望台湾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